大家好,我是一百,今天咱们来聊一下安倍晋三的家族 日本在二战后,整个国家政坛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局面 家族政治世袭 目前,活跃在日本政坛的共有五大家族 安倍家族、揪山家族、小泉家族、福田家族和麻生家族 这几大家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日本首相也差不多是这几大家族轮流坐 安倍晋三也是安倍家族的第三个日本首相 他们家族的第一位首相是安倍晋三的外公安心介 安心介是家里的老儿,父亲姓佐藤,酿了一杯子酒 安心介从小被过继给自己的叔叔安心症,所以改姓了安 其实他父亲也是入住到佐藤家的,所以他们家本来都姓安 安心介的两个兄弟也非常的不简单 大哥叫佐藤世老,一直成绩优异上了海军大学 和那个骑西珍珠港的南云中医是同学 一度担任过日本海军中将 但是因为身体原因,在1940年退役了 三弟叫佐藤荣座,也是在安心介之后 当成了日本的第61到63任首相 是家族里的第二位首相 安心介从小表现得很普通 但是自从考到了东京帝国大学之后 也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 大学里的课程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在大学里也算是风云人物 虽然经常因为长相被人吐槽 但是靠着才气也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安心介受日本极端主义的影响非常严重 但是毕业后没有去东大毕业生厂区的内务省 和大藏省 而是选择去了不受重视的农商务省 日本的这些省相当于我们国家的部 其实安心介有他自己的考虑 当时日本的精英都集中在内务省和大藏省 如果去那的话 安心介只能老老实地排队等候出头之日 反过来如果去了二流部门 以安心介的成绩名气很容易受到重视 安心介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从一开始他就是奔着首相去 为了能更快接近首相的位置 他想早日当上次官 至于是哪个省的次官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所以安心介挑选了这个农商务省 而最终也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 安心介在24岁加入农商务省之后 一路青云之上 15年内干到了公务局长 这期间迎娶了自己的唐妹娘子 并在1928年生下了自己的掌上名主 杨子 同时极端主义在这15年间 也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安心介想方设法搜集维满的信息 并利用手中的权利 贿赂结识关东军的高层东条英姬 在1936年通过日本军方到了维满洲任职 而当时的维满洲政府 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草牌班子 安心介这样的人才 加上有军部的支持 很快就成了维满洲实际的控制人 而安心介在维满时 也是经常跟同事们彻夜喝酒闯欢 史书记载生活十分放荡 花钱也如流水 而安心介的钱财来源就是依靠贩卖鸦片 花了横财 靠着撒钱的本领 安心介跟很多的军官关系都非常好 在维满洲三年鹤1939年 随着安心介的靠山 东条英姬成为日本陆军的最高智慧官 安心介也被调毁了东京 担任山工省次官 这三年 安心介也为自己捞足了政治资本 而东条英姬这么重视安心介 一方面是因为他能干 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安心介能挣钱 早在安心介刚结识东条时就利用手中的权力 给了他三千万日元 而后更是不断为东条英姬提供资金支持 在1941年4月 东条英姬准备对美宣战 邀请安心介来出任自己的内阁山工大臣 但是在对美开战问题上 安心介和英调有着不同的意见 当时的日本已经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但是无奈胳膊扭不过大腿 1941年12月 日本正式宣战美国 安心介身为国务大臣 也在诏书上签了字 由于理念不同和东条英姬的矛盾裂痕已经产生 到1943年 双方矛盾正式公开 当时的安心介向东条英姬禁言 塞班岛如果被美国攻陷 美国将会炸毁日军的军需工厂 应该结束战争 但此时的东条已经孤注一掷 哪里还收得回来 直接骂了一句 你们这些文官懂个屁 果然1944年在塞班岛 日本输给了美国 直接导致东条英姬在日本国内的地位岌岌可危 甚至有政界高层提议暗杀东条 于是东条英姬准备改组内阁 来维持自己的政权 而安心介则在政界的支持下 反对东条的改组方案 于是东条英姬的内阁被迫全部辞职下台 安心介在辞职后回到了山口县老家 在这里他结识了安倍晋太郎的父亲 安倍宽 安倍宽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同时也在反对东条英姬 反东条的共同想法 让这两个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到1945年9月11日 日本战败一个月后 安心介和东条的其他内阁成员 都被指定为了战犯嫌疑犯 安心介被关押在横冰监狱 后来又被转移到了朝鸭监狱 这一关就是三年 安心介本来约自己要跟东条一起被绞死 但是在1948年12月 安心介突然被宣布不起诉 然后释放 当时普遍认为安心介有罪 目前日本学界有两种说法 一是因为安心介曾经和东条公开的冲突 挽救了他自己 另一个则是因为美国对于战略的改变 当然也可能两个原因都有 获释后的安心介想要东山再起 于是在银座成立了一家名为基山寿的公司 成员也大都是日本被拨得职位的政界和财界人群 同时安心介的女儿杨子也22岁 到了失婚的年纪 但是因为经常发表独特的意见 被同龄人远离 安心介的儿子对继承安心介的政治基础不感兴趣 安心介在给自己女儿找一个合适的夫婿的同时 也需要给自己找一个政治继承人 于是安倍晋太郎的奖励送到了安心介的桌子上 新闻社记者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 同年父母离异 后来亲人也因病去世 在邻近家长大 为人憨厚 这个条件让安心介十分满意 后来又了解到 这竟然是自己落难时的盟友安倍晋的儿子 更加喜欢安倍晋太郎 便把杨子介绍给了他 两人也一拍即合 在1951年5月5日举行了婚礼 没两年就生下了长子安倍晋信 次子安倍晋三 到1953年 安心介在弟弟佐藤荣座的帮助下 参加了日本自由党的竞选 当选了国会议员 并且成为了揪山派的重要人 安心介也深得揪山一郎的重视 不过位置排名还是比较靠后的 但是当命运选中你的时候 谁也拦不住 1956年 本来是说4月份的时候 揪山就会辞去总理职位 让位给旭方祖虎 安心介也在悄悄准备和旭方祖虎竞争一下 但没想到旭方祖虎根本没等到这一天 1月28日就突然去世 到12月 四民党准备进行总派攻选 安心介在第二次投票时 与7票之差输给了石桥战山 但石桥战山就任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病倒了 无法再参与工作 于是在1957年2月 安心介就顺位成为了日本的新任首相 但后面因为修改 日美安保条约引起了巨大的民愤而被迫下台 不过也成功让记者亲信 池田勇人当选了首相 但池田只干了4年就因为病倒进了医院 根本无法进行工作 因为某些原因 推举了安心介的弟弟佐同荣座为下一任首相 佐同荣座当选首相后 推动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 造就了被日本人称之为 伊藏诺景期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实现了长达57个月的经济高速增长 在整个1966年至1970年5年间 日本的GNP月居世界第二 实现了11.7%的时机增长率 同时日本的教育也飞速发展 从1955年的高中升学率52% 大学升学率10% 到1975年的高中升学率92% 大学升学率43% 好的经济效果给佐藤荣座带来了巨大的声望 但是因为对华策略转变的不积极 还是被在野党抨击 佐藤也只好被迫辞去首相职位 在1975年6月3日突发脑衣血病时 终年74岁 现在我们把目光放到安倍晋太郎身上 安倍在娶了养子之后 同时也得到了暗信介和佐藤荣座的支持 虽然他的政治理念和佐藤一家并不相同 在暗信介的培养和提携下 逐步的步入政坛走上了领导岗位 成为了福田派的嫡系 福田派是暗信介下台后 为了扶持自己派系的人 选了福田舅夫继承了自己的派系 暗派也改名了福田派 而福田舅夫则长期受到暗信介的恩惠 对于暗信介的继承人 自然是不留余虑的支持 1955年11月 在暗信介等人的支持下 日本自民党和民主党合并成了自由民主党 暗信介担任自民党的首任干事长 1957年暗信介成了首相 安倍晋太郎也在1957年2月 担任暗信介的秘书 也就是日本首相的首任秘书 但是晋太郎不想一直活在岳父的阴影之下 于是在1958年 暗信介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时 安倍晋太郎也想要参选 当时左藤荣座已经有了别的合适人选 自民党内也强烈反对安倍晋太郎参选 暗信介就让晋太郎再等一下 说肯定会推他上政界 但晋太郎丝毫也不肯让 甚至于以离婚要挟自己的岳父 暗信介爱女心切只好支持他 并告诉左藤荣座让那名候选人不参选 于是晋太郎正式迈出了政界的第一步 在娘家人的支持下 以选区得票第二当选了议员 并在众议院结识了左藤派的逐下灯 两人年龄相仿 相比周围的老议员 两个人可以说是相当年轻 于是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但是两人没想到的是 今后他们会为首相宝座而互相争斗 1963年11月 晋太郎第三次参加大选 此时的晋太郎已经有点得意忘形 因为这一路走来太过顺利 认为这次也稳疑 所以没请安心介来支持自己 结果现实给了晋太郎当头一棒 那些支持晋太郎人 大部分都是冲着他的岳父来 加上安倍晋太郎平时性格固执 得罪了不少人 大家纷纷把票投向了别人 最终晋太郎落选了 这次的落选让安倍晋太郎一蹶不振 闷在家里两个月 有时还会用被子蒙着头 杨子不愿意看到晋太郎这样 以是去求记的父亲岸信介 岸信介只好召集家族大会 表明自己支持晋太郎的下次参选 期间杨子甚至又去请求了 自己当首相的叔叔 佐藤荣作 让他早点解散众议院重新大选 但是这个请求并没有实现 这期间晋太郎也逐渐认清了限制 知道一定要培养自己的政治势力 才算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家 到1967年 安倍晋太郎高票当选后 就开始有意培养自己的人脉关系 这其中就有日本的第85、86任首相 森喜郎 和第87、88、89任首相 小泉纯一郎 安倍晋太郎的官运 也就此横通了起来 相继出任了农林水产大臣 内阁防官长官、通产商业大臣、外务大臣 和自民党干事长 时间来到1986年 到了晋太郎正式蓄力冲击首相之位的时间 福田派的人鼎立之时 宣布把福田派首领让位给安倍晋太郎 并正式改名安倍派 但是时任首相中曾跟康宏 和福田派的前首领福田舅夫是死对头 这样晋太郎不幸败给了主下僧 晋太郎感觉自己被欺骗了 气血淤积 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 而到了1990年日本重新大选时 安倍晋太郎强忍病痛参加选举 安倍派的四大金刚三喜郎也为安倍晋太郎助选 但是随着病情恶化 在距离首相只有一步制药时 晋太郎病逝 周年67岁 命运就是这么爱捉弄人 现在终于到了安倍晋三的出场 安倍晋三一路走来可以说是十分平坦 外公是首相 外叔公也是首相 父亲距离首相的位子也只差一步 家族里的人脉关系 遍布整个日本的政界和财界 可以说安倍晋三要做的 只是按部就班的走就行了 而早期的安倍晋三 并不像我们现在在心里看到的那样 会委屈求全给人被笑脸 毕竟生长在这样的家庭 一点傲气 安倍晋三还是有次都有的 并且由于安倍晋三的哥哥 对政治并不感兴趣 三弟也过去给了舅舅 整个家族的政治资源 都倾注在了安倍晋三的身上 安倍晋三上学时 他的母亲杨子 为他挑了一所十六年制 从小学读到大学的贵族学校 城西学院 这个学校主打的就是素质教育 安倍晋三本人也对学习性质缺缺 成绩一般 对书本以外的世界倒是十分感兴趣 因为太过安逸 也没有把哪项爱好做到专机 他的母亲曾想过为他转学 但是看到晋三的成绩还是放弃了 大学期间进入了政治学者 佐藤竹的研究班 不过安倍晋三拒绝了导师的指导 一是因为安倍家随便挑一个出来 都是政治上的专家 二是因为这个导师的主张 和安倍晋三的外公是相反的 为此安倍晋三在班里 也是一遍又一遍的给同学们 安立自己家族的政治立场 毕业后的安倍晋三 并不想马上进入政绩 他想去别的国家体验生活一段时间 于是在1971年3月 去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学习 在那里 安倍晋三寄宿在一个华裔老夫人家中 这个老夫人也给安倍带了许多改变 让安倍的英语水平 和与人沟通的能力 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两年后 安倍晋三回到了日本 也开始逐渐的接触政绩 1980年5月 25岁的安倍晋三 就开始为自己的父亲 晋太郎在选区拉票 1982年 开始担任外相父亲的专职秘书 并跟着父亲跑了20多个国家 晋太郎39次出访 安倍晋三有20次同行 这些经历为安倍晋三 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 现在唯一让安倍父母担心的 就是安倍晋三的身家大事 1985年 30岁的安倍还是单身 四处托人给他介绍 安倍结持了森永智国公司 总经理的长女赵慧 两人感情发展十分顺利 于是在1987年6月9日 宣布举行婚礼 这场婚礼有860人参加了婚宴 其中有90多名国会议员 其他的也非富即贵 前首相福田舅夫夫妇 也作为媒人出席 主下灯也特地到场祝贺 其他的峰会场 也有5000多人前去参加 这多少可以看出 安倍家族当时的势力和影响力 同年8月 看到安倍晋太郎当上首相 和安倍晋三当上议员的安心界 没能达成愿望 因病逝世了 终年91岁 到1991年5月 晋太郎也病逝了 安倍晋三彻底承接了 家族几代人的人脉和财政界资源 开始向首相宝座飞奔 91年7月 安倍在故乡山口县 宣布要参选下一届议员 在日本国内有一种说法 议员选举需要三班 即地盘 招牌 钱包 父亲死后 儿子接上 选民们也习惯把票投向第二代 也不管他们是否有能力 更别说 安倍头上还顶着好几个金字招牌 1993年 安倍晋三要去参选 他出身富贵人家的妻子 赵慧 陪同他走遍了选区的每一户人家 母亲杨子 也为赵慧传授经验 选举期间 有超过70多人的政界 才界 文化艺术界人士 到山口县 声援安倍晋三 其中不乏三喜郎 小玄淳一郎这种大人 随后 安倍晋三得票选区第一 高票当选 1994年8月 三种派的魏腾生一 就任自民党社会部会会长 指名安倍 做了自己的副部会长 1997年底 安倍就任了自民党国会对策副委员长 1998年10月 又在魏腾生一的大理推荐下 成为了社会部会会长 2000年7月 孙喜郎成为首相的三个月后 又提拔了安倍做内阁官房副长官 2001年4月 小玄淳一郎就要出马竞选首相了 安倍晋三发动了自己家族的人脉力量 让小玄淳一郎的竞争对手 归井竞相退选 并转而支持了小玄淳一郎 于是 小玄淳一郎成功当选第87届日本首相 安倍也为小玄淳一郎留在身边 以接班人的架势培养着 2003年9月 在前首相孙喜郎主下登的继承人 青木甘雄的帮助下 安倍晋三被破格提拔为了干事长 这个职位 安倍晋三祖孙三代都出任过 外公安信介是第一任干事长 他父亲也当过 而安倍晋三上任的时间 比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 还要提前整整14年 也就是49岁时成为了党内的二号人 到2005年10月 小玄淳一郎又把安倍晋三 提升为了内阁官房长官 这个职位仅次于首相 但是这时资民党内出现了两种声音 一是首相小玄淳一郎为首的 坚决支持安倍晋三参加06年的选举 另一个是以前首相孙喜郎为首的 觉得安倍还太年轻 认为安倍在09年再参加选举比较好 同时党内也有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三派的福田康夫 而这时安倍母亲杨子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带领安倍晋三挨个拜访自民党的元老 表明安倍晋三一定要参加选举 并且要赢 安倍晋太郎曾经失败后的表现 杨子还记在心里 他不想看到安倍晋三也这样 虽然安倍晋三要坚强得多 老夫人亲自出马 让前首相孙喜郎 中层根都开始举双手支持安倍 动用手中的所有资源鼎力相助 并让安倍的竞争对手福田康夫退出了竞选 福田康夫退选后 也宣布自己支持安倍晋三 首相小璇淳一郎也在两年的时间里 陆续将党内有实力的竞争对手进行了清楚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安倍晋三的脚步了 一门三首相的荣耀马上就要来了 2006年9月26日 52岁的安倍晋三 以绝对的实力打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当选日本第90任首相 成为自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 安倍当选后 母亲养子带着安倍晋三回到了山口县 给丈夫扫墓 这位老人面无表情 谁也看不透他在想什么 而出身政治世家的安倍晋三当选后 自然和普通的政客不一样 安倍晋三有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初次当选首相的安倍也太过傲气 虽然是豪门出身 但在日本并不只是安倍说了算 安倍的内阁成员挨个都缠上了丑闻 其中还有一人自杀身亡 安倍政府遭遇了民众的信任危机 2007年7月 安倍晋三输掉了自民党的参议院选举 这是自民党52年来第一次失败 民主党成为了参议院的第一大党 8月 安倍晋三被迫改组内阁 但改组没几天 新任的内阁成员又都爆出了丑闻 于是9月12日 安倍晋三只好以健康为由宣布辞职 并由福田康夫接任首相 辞职后的安倍晋三并没有放弃 一直谋划着东山再起 他并不想让自己的母亲养子失望 发誓要夺回首相之位 08年3月 安倍重新回到了政坛 09年准备参选自民党党首 但是因为党内反对人众多 只好暂时放弃 2012年 安倍再度出山 9月当选了自民党党首 12月 自民党以压倒性的优势 拿下了众议院 再度成为了执政党 12月26日 安倍晋三就任日本第96任首相 再次就任的安倍晋三 已经没有了当初那么固执 学会的审时度是 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手段也更加的圆滑 也成为了目前日本就任时间 最长的首相 日本独特的报恩文化 造就了这种家族 世袭政治的局面 小泉纯一郎的恩师 福田舅夫 继承了安心界的政治财产 福田舅夫为了报恩 又培养了安心界的女婿 安倍晋太郎 安倍晋太郎又提拔了小泉 照顾了福田康夫 小泉任职后 又提拔了福田康夫和安倍晋三 由此下去生生不息 安倍家族的历史就这么讲完了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感兴趣会看 大家要是有什么想听的 可以在评论里回复 有合适的话题 回去做 感谢大家的观看